请问对方便有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这点您认同吗 不听我的 看你怎么打 发展变化与天长地久矛盾 同意 那么为什么真爱就超脱这一规律呢 天长地久也符合这一规律吧 天长地久指的是永远不变 那么发展和变化包括诞生和消亡 请问为什么真爱就不会消亡呢 我们说爱情天长地久指的是人之一生 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达成共识吧 在磁海当中天长地久的解释是永恒不变 您是觉得磁海的解释是错的 对吗 这年头怎么还有人用磁海做电影 有点尴尬 但是也没问题 难道人死了还能爱吗 我们讨论的不是人鬼情味了啊 您方便题中说真爱不一定天长地久 那么是不是有些是有些不是呢 他俩怎么了 最近一直闹别扭 被质群是不能反问的 犯规了 不一定就是有些是有些不是 请问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 为什么真爱就永恒不变呢 对啊 宁方的立场有一部分真爱可以天长地久 那为什么这部分真爱可以超脱事物的发展规律永远不变呢 啊 不好意思 您不用回答 我只是有点小好奇了 宁方的立场是真爱天长地久 为什么他们既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又永恒不变呢 天长地久的真爱是在两人相遇时未必就认定此身 在两人相遇时未必就心有灵犀在两人相遇后也可能分分合合 但两人最终相守不离无弃 真爱从青涩变得成熟可能轰轰烈烈也可能平平淡淡 经得起人生的大风大浪担得起岁月的独生青石最终真爱至死不明 我方认为这是所有真爱变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果然有了恋爱经历就是不一样 王者我发给你们了 那个三遍就是小夕的准男朋友 感谢反方二遍的利盾陈词 下面有请正方的三遍进行质询 有请 您方认为基因是自私的 基因为了自己的传播和延续会导致人类爱情的不忠对吗 没错 中原爱情是社会道德的约束 而我们的生物本能是尽可能的繁衍 有没有忠诚的爱情可以抵挡基因的自私 有 既然忠诚的爱情可以阻挡基因的自私 为什么真爱不可以 真爱不够忠诚吗 古代被三从四得束缚的女子 可以为了一座贞结牌坊抵挡基因的自私 这样被绑架的忠诚难道也是真爱吗 请问真爱是否忠诚 是 既然被绑架的忠诚都可以抵挡基因的自私 为什么真爱的忠诚不可以 今天这个遍提下 宁方的论证责任在于要证明所有的真爱 全部都是天长地久的 只要有一群一个一次真爱没有做到 宁方的观点就是失败的 这么完美的存在我没有听到宁方的论证 真爱是我们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 真诚 忠贞 关爱 尊重 等等集合了所有的爱情之美 当我们谈起真爱的时候 我们的心 向往的时候 真爱本身就是在我们语境之中 约定俗成一个趋于完美的存在 我们不需要讨论个例 从共性出发 真爱一定天长地久 最最扣人心前紧张激烈的自由辩论 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你也是支持文学的辩友 那就请跟我一起双击666啊 连太阳都有他所穷白矮星的一天 您为何如此笃定 真爱就不会消灭呢 您又无非就是想要告诉我人会死 但是死亡不会让真爱消失 死亡只会是爱定格成永恒 您方二面刚才说 真爱的讨论范围限定在人的一生 现在却又说人死的时候 真爱定格为永恒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 因为真爱不论我们生或者我们死 它都是天长祭久的 而您方告诉我们真爱会灭亡 真爱会灭亡 真爱到底是如何灭亡的呢 小三插足意外死亡乃至生物本能 这些灭亡方式 您方为何视而不见呢 这是爱情的灭亡方式 您如何论证 真爱也会因此灭亡呢 爱情会如此灭亡 真爱为何就不会因此灭亡呢 因为对永恒的追求 是真爱的题中之意 难道既然放弃的爱情 是真爱的追求吗 好 我算听明白了 您方认为真爱一定天长地久 所以天长地久一定是真爱 因为爱所以爱 这难道不是循环论证的错误逻辑吗 可是爱情本身又是不讲逻辑的呀 到底是有多不负责任的爱人 不希望真爱长存呢 正是因为真爱未必长存 在它难得存在的当下 我们才会为之疯狂 把每天都当作末日来相爱 这不才是对爱情最大的尊重啊 难道真爱长存 我们就不会珍惜吗 三毛和何希算不算真爱 他们彼此又够不够珍惜呢 您方对真爱的定谨是爱的极致 请问何谓极致 是不是最顶尖的那个才叫极致 世界最有爱情中 难道只有最顶尖的才是真爱吗 如果爱情有客观标准 可以量化能够排出 可惜爱不爱在于人心 是不是极致也是基于人心的主观判断 所谓真爱就是我们爱情概念中 一个美好的想象 幻真诚 那么请问真爱到底是客观存在 还是我们的主观概念呢 主观概念因为 主观概念因为 你不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到这里 居民拍照 请问您 恢しま,您是什么 您的记者 您能够返了 您的请您 您的照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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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